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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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報Line Post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專欄會開始的 就是叫做地 點點機 希望我們實際討論這些 關於基層、社區、民生的議題 我們第一個選擇的題目 就是訪問施利山 社協的施利山 大家知道施利山幫我們 做很多的社區工作 基層工作 大家都知道 單飛的問題和雙飛的問題上 施利山都有很長時間的參與 我們今天就這兩個問題 和施利山討論一下 施利山想和你先討論 雙飛 好 早前幾年前 大家都覺得雙飛很大 又無端端 爸爸媽媽又不是香港人 走來香港生子 拿到我們床位 醫院生子的位置 令到我們香港的媽媽生子有困難 找到地方 另外來了之後又有大件事 他爸爸媽媽都不是香港人 自然就不能來香港長期居住 但是那個小朋友就是香港人 留在內地有困難 因為他沒有內地的身份 來到香港又有困難 因為沒有親戚朋友 甚至很少親戚朋友 問你他 這個問題去到今時今日的情況是怎樣 我自己看 其實雙飛為何會有發生 因為那時應該二千年左右 中方園案 即他們那家人 因為其實他爺爺就是香港人 但是他的兒子又來不到 所以他的兒子就來了香港 生了一個小孩 生了一個孫子 然後就看看怎樣 但是他有時候香港出生 都還未可以自動有居留權 但是基本法其實有一條 就說了你香港出生 就是有居留權 所以他就去了打官司 打贏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政府是做得差的 因為他沒有預備 如果你有這樣的條例 你就要想 其實那些人真的會來生 因為生了之後 他真的會有居留權 我覺得其實他可以有些措施 就是預備 其實他雖然可以來生 但是你有行政隨便 入境各樣東西 其實你可以做的 但是見政府沒有做 就是擺明放人家進來 但是你放人家來生 那究竟床位夠不夠 醫療夠不夠 學位夠不夠 他們什麼時候要進來 什麼時候怎樣的情況 又完全沒有管制 沒有那個安排 因為其實你就算你說 我想有些人可以的 那你起碼 因為其實你讓你香港去其他地方 你都會簽證 簽證有個程序 然後他會看他自己的名額 那樣東西 所以就變了很亂 就是任何時來 跟著所有的醫院床位 都又不夠 其實我們一向都是不夠 但是政府又沒有回應到這個需要 那些雙飛來香港 是不是都要排隊 不用排隊的 他總之他拿到一個自由行 又剛剛又放自由行 那他來旅遊 那他就可以省了 或者他拿個護照 他經過香港要去外國 他就在那裡 那我覺得這個政府是做得差的 那另一個就是 同時又有這個 很多時候內地的資訊又不夠 他以為他生了個小孩 他就可以來 都不頂的 有些人 那也都有一些情況 就是說 他們是 其實是因為內地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超生的戶口的問題 那很多人計過 這個調數就是說 原來在大陸生育 還好過在香港 即是在香港生育 還好過在內地 那他就是了 那我覺得其實是 政府那個 在法律之後 生育之後 他的配套是沒有 所以梁振英 後來他一上台 就說不准預約 他不說你不准來生育 他不准預約 我們的床位 不准你預約了公家 私家都不能預約了 那你便沒得來生育 那你這個 因為這個不是家庭團聚 來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家庭團聚 他就真的要給他來香港 他要的 但他這個不是家庭團聚 尤其是有些 跟香港真的完全無關的 我覺得他沒有必要一定要來的 那第二 其實如果你給他來了 但是你其實很多事情 應付不了 搞到他被人罵 其實都是不負責任的 嗯 對雙非對香港人 都是不好的 是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 處理得很差的 香港政府 引致了很多怨氣了 而其實很多的這些 引致的問題 又不是單程證的 新移民引起的 嗯 而是其實其他的 自由行家 加上其他的時候 引致的 也都不是說 雙非自己想這樣 因為他不知道的 他只知道可以這樣 那他便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政府是最大部分的責任 是 那現在那個小朋友 理論上他就是香港人 就是按基本法律24條 是 那他現在 第一個數量有多少呢 那這班人 無論香港特區政府 或者是內地政府 有沒有東西可以幫到這些小朋友呢 那我所知呢 就應該過去那十幾年呢 是生了差不多是二十萬的 二十萬 我都覺得是很誇張的 是啊 計個條數應該是 那 不過呢 你可以這樣說 我雙非呢 有些調查就發覺 其實六成的父母呢 是大學畢業 他的收入呢 就不知道 四萬以上 嗯 就是很多有錢人 是生了 那當然有些可能是 中中平平啊 或者甚至有些很窮的都有 嗯 那香港政府就生了個閘的 他就不給他申請中援 嗯 你申請中援呢 就要跟一個香港人 有意拿中援的先申請 所以現在的申請中援 那個是很低的 嗯 就是加起來好像都不夠一百個 是 就是全香港 但是我們都見到有些情況 就是有些小孩 真的家裡很困難 比如可能他 他是單親的 就是他父母離婚 或者有些特殊個案的情況 那也都有些 他阿公阿婆 其實是香港 就是他們上一代 是香港人來的 嗯 那我覺得 有些個別情況 政府要去想就是 他困難的 那些 我不會給他的 他們有些都不敢說 拿新聞證 他只是說 你給我那個傷情證探親的時候 一年多簽先啦 起碼我不用誠意 他要上學 我是要回去續期 搞到他小孩 沒有人照顧 是的 還有就是有特殊困難 那些我們覺得都是要幫的 是的 那當然另一個 都要跟內地談 究竟那個戶口的問題 嗯 究竟有一些是不是 如果他父母都在大陸 因為其實內地是一個戶口 跟父母的 那如果他父母在大陸 其實他戶口入戶口 各個福利各樣東西 是不是會容易一些呢 那這些回去有沒有出路呢 那如果他 我都試過勸退家庭 他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他都在大陸 可能是都中東的情況 那我就說 那說真的政策 有一段時間都不改的 那你不如想一下 如果你在內地 就是你都支付到他的 就是學費比較貴一點的 那你父母又在身邊 好過他長期 就是不知道跟著十年多久 都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的 那有些父母都是 那我都是回去的 都有的 但是也有些就說 其實我沒有出路 我家也沒有 我老公也走路 就是有些這樣的婦女 也都很慘的 那我覺得其實 這個他想一想 一些著情如何去批 是的 那你說是否可以在他 踏入單程證 我猜都比較難的 現在 因為單飛都沒有批完 是 那怎麼可以去大陸去批雙飛呢 我猜是 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因為如果批 我也覺得真的 單飛那些要先批的 就是單飛 包括還有一些 是老公在那 或者是老婆在那 他另一半要來 那也都有一些 是他 可能香港的爸爸 過了生 或者是 不知道他去了哪 那小孩子在香港 他真的需要他媽媽 就是要立即照顧 而且這個小孩子 回到大陸 別人不批評他 你那個小孩子 為什麼要走到香港 因為他爸爸是香港人 是 所以這個是很不同的情況 要回到剛才雙飛的問題 如果那個處理方法 是不是應該是 推動 或者鼓勵特區政府 和內地政府 就是 我覺得要談妥 就讓那個小朋友 可以回到內地 當作內地的身份 的權利 福利等等 是的 但是你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有些人真的走了戶口的問題 是 那這個是不是他放過去呢 還是他回去 他都是照罰呢 你明白嗎 這個也是 你都明白那個法規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政府當時是處理得很差的 是 大家其實反應得太慢了 你知道政策的流動 各樣東西的時候 你要想怎樣去 預先去預防 OK 那現在沒有了 你剩二萬人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 那有些相非現在就說 喂 你又給我來生 你應該搞到 這個情況 就是本天調 早知是這樣 就是原本 就是他不走這條路 走地條路的 是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當時的政策 的錯誤引致 那現在唯有就是說 你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你怎樣各 就是大家一人走一步 那有些他可以回去的 就處理到 80年代 就是那個時候是最多 是 因為80年代開放之後 就開始多 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很多 就是 香港又沒有人 香港就是 那個時候 一個小漁港 都沒有多少人 到現在 就是慢慢 就是多些人來香港 跟著就開始去見識香港 那也都 有些人來了香港之後 尤其是那個時候 我們有個底類政策 因為沒有人嘛 你輕力重你來到跑得到 你游泳來得到 你就來了 就給身份證理的嘛 就可以蓋房子 各樣的 那 跟著 這幫人很多 單身掛老 因為那時候很嚴重 男多女少 嗯 那些人去哪裡 娶老婆呢 你不娶就成宅 單身老人家 跟著 80年代就開放 所以他們很多 回鄉下娶老婆 那時候 開始了 中國分享是越來越多 是 其實每一年都有兩三萬 那現在 二三十萬 不是兩三萬 兩三萬 但你看到其實 現在的中港婚姻 跟以前的中港婚姻 那個裡面的 combination 很不同的 因為以前的中港婚姻 就多些可能是說老夫小妻 很多都是基層 但是現在你看 就是 那個裡面 很多的人 其實因為香港 是過去這麼多年 很多是 大家讀書 有家內 有 做生意 有 工作也有 香港人有十萬人 是在大陸做事的 其實是 然後有很多人 在香港有做事 所以那個 交流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專業人士 有錢人 藝人 都很多中港婚姻 而且你看到 以往只有2% 是女人回到內地嫁 現在是20% 嘩 多了十倍 是啊 多了十倍 所以你也看到 很多女人一嫁 她就嫁回大陸 她未必會來香港 我們現在有些街坊都說 她說老夫不肯來 她又要回去 到可能小孩子上學 那時候才想想想 是否要來香港 或者有些真的沒辦法 都是要跟著老公 都有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 150個名額 其實現在都用不完 用不完 因為有些人都不選來香港 而且她生小孩 那時候我95年開始做社工 那時候每次都生四個 現在一個起兩個子 即是生得很少 甚至不生的都有 所以整個人口的結構各樣都不同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她單程證的名額 她要去檢討一下 比如你分配 給哪些人 這些小孩子 或者一些配偶 夠不夠 還是怎樣 比如我們有一些 就是現在有些特殊情況 她真是她的爸爸過世 香港的爸爸過世 又或者不知道她在哪裡 那媽媽呢 只是可以申請配偶 即是夫妻團聚 那沒有人去跟她簽紙 她來不到 那小孩子在香港 沒有人照顧 說不可以這樣 那這些名額 就可能可以分配給她 是 那這些都是 現在其實是要去 政府去討論 和去調配的 OK 首先 你今天說的 一個我猜是 對香港市民來說 比較新的訊息 就是說大家一路的印象 就是老夫少妻 第二就是這班都是低收入的 這班都是基層的 來到香港就是拿中環 拿了我們香港人不努力 回來賺到那些錢 就養他們 是 那原來情況不是 即是那個中港婚姻 已經是由 剛才所說的印象 已經轉到是 專業人士 有錢人士 是 內地的人來到香港 嫁給香港人 是 香港人回到內地 就是娶內地的女生 因為如果你算回 拿回貧窮報告 最新移民的貧窮 是三十幾個巴仙 三成幾是貧窮的 是 而三成幾之中 還要是 那幾個巴仙 是拿中環 是 那你可以想像 其實是 很多人 他是 他自己靠自己 還有 基本上 接近七成的人 他是 脫離了貧窮線的 是 他不是貧窮人口 是 所以 不是大家想的 還有你知道 就算是接近貧窮線 他自己都是自力更生的 嗯 所以跟外面說的話 他們來到 依賴福利 依賴什麼 其實不是 所說的 所以那個社會現象 只有五個巴仙的人 就是 現在和三十年前的情況 已經變了 這個改變 就算很差的時期 新移民 因為我想移民有一個特性 他們去一個新的地方 他是想拼搏賺錢 是 他來拿你中環怎麼發達 你明白嗎 是 那就是他想有一個好一點的生活 所以就算很差時期 比沙士期間 就是毫無公穩的時候 都是十幾個巴仙 拿中環 是 所以現在 他們就叫四點幾 嗯 比如公屋 其實很多 他來到 都是有親人在香港的 有時候說 你建了這房子 給你新移民住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 大家看了這個 就是 比如好像我們現在的學校 他都會有些學校 可能這間學校 收很多新移民 但是其他學校 可能一個都不收 嗯 那你可能看了這房子 你就會想 哇 香港的學校全部都收新移民的 但其實不是 因為如果你看回 公屋的申請率 現在最新的那個是百分之十九 是新移民 他的申請表裡面 有新移民家庭 他可能有一個老公 香港出生 或者香港 香港人 三十年都可以 那或者那個兒子 又香港出生的 那就是 其實中港的申請率是十九個百分之十 其實是低的 不是高的 那 基本上八成幾都是自己香港人 自己全個表都是香港人申請的 那我覺得這個要 要理解 就是這個社會人士 那還有其實很多 有一些就是 他老公在香港自己 已經是 可能是住 單身 申請排隊 那當兒子 或者老婆來的時候 那兒子和老婆來的時候 那兒子和老婆一起加進去 加進去 那條龍那裡 那些人的印象就覺得 為何那些新移民 三兩年就已經入到公屋 我們要七年八年 那但其實一個情況 可能是一個 我的了解 其實香港政府是沒有特別優惠 所以是新來港移民 沒有 只不過因為他那個爸爸媽媽 是單身在排隊的時候 而加了那些外地人進去 因為他已經在排隊 所以他優先三年 就是當他已經有三年的家庭申請 不是 現在只有一年半 一年半 如果你一個男人在香港等 要加一個人進去 你就算等了十年 也等你等了一年半 那他就好像比香港人快了一點 所以這個要大家澄清一下 其實特區政府那些所謂福利政策 就是無論你是香港人 或者你剛剛來的內地人 都是按一樣的數字 還有其實他要計你夠不夠七年的 那他以往就要超過一半 事計七年 現在就叫一半 如果你不夠一半 都是要等七年 七年真的要看排多久 不過其實我覺得現在那個問題 不是新移民排快了 而是單身那條隊太慢 是 即是單身那些 現在有十幾萬單身 十四萬多 等公屋 那單身那些要計分 兼得每一年得過二千個名額 那你想想 十三萬的人等 即是六十年才能等到那間公屋 還有他還有一個政策 就是他優先給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是 現在我沒有記錯 還有二萬多老人家 也是單身的排隊 是啊 老人家最快的 一定是三四年 一定是快 你那些單身的六十歲以下 最快現在其實是老人家 接著就是普通家庭 接著才是新移民 那最慘就是單身 那我們其實 我們自己也有單公司打的 單身人士公屋 我們覺得是不公平的 即是你沒有理由 即是那麼小判額 那麼多人在等 嗯 那因為這樣一點 他便會把怨氣 放進去新移民那裡 是 那又是這個問題 我們剛才說 即是說 那些單親的家庭 他來香港 對那個住屋的影響 不是很大 但對學校那個 來多這麼多的 特別的小朋友 對學校那個 學位有沒有影響呢 我所知呢 其實香港呢 就很多殺口 很多學校呢 就來已經要 即是倒閉了 是 那我所知 尤其是新界那邊 有一段時間 他們說 直接要回去深圳 站在街上 漏人來香港讀書 叫他們做跨境異童 即是很惡劣的 有些情況 那他們 但是呢 有一個情況 要是過飽 要是過禍 即是有些學校的太多 但是後來呢 雙飛來讀書的時候呢 就變成了 學位不公 所以你全新界區的學位 就很緊張 其實又是一個 香港政府 真的任意政策 你想什麼時候來又可以 你怎樣分配學位 他又不理 所以我不是說 其實他應該要有一個登記政策 比如教育 如果你跨境想回來香港的 你應該有個政策 你跟我做登記 你登記完我才幫你安排學位 就不是你喜歡什麼時候 或者什麼時候 還有你要想一下 你怎樣去分配各個地方 那不然呢 就住那個區很慘的 因為很多跨境人來的時候 那他就真的 哇 無上神無上神 那個小孩找不到學位 那你這個真的很大件事 那其實有些事情 切實是真的影響香港人的生活 但是影響香港人的生活 就不是雙飛自己想造成的 而是你香港政府 你作一個 或者不是單飛想造成的 那單飛其實都叫做是少的了 其實根本就是 單飛都是很恆常 和很少會做跨境的 多些是雙飛 現在是 那些人就把問題 都說過單飛的 中共婚姻 總之是說奶了單程證政策 其實就不關單程證事 是 那因為其實很多 有沒有數目呢 單飛有多少人呢 你每一年 小朋友 現在最多是150 但總數其實有多少 單飛引入來呢 其實每一年平均 其實是四萬多 因為如果你接150 那個名額是五萬四千多 但是我們其實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左右 所以其實小朋友大概是一萬多 是 然後有些是媽媽 然後有些是可能 來照顧父母的 那些超齡子女 那些 其實現在 如果你靠 說真的 如果你靠新過去 如果沒有雙飛 靠單飛 香港學校收不過學生的 因為單飛的家庭越生越少 一個起兩個子 有些年輕夫婦不生 或者再遲些 過了二人世界 因為現在的思想不同以前 所以其實 所以我猜香港政府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他故意放雙飛來生的 是的 故意放雙飛來生的 故意放雙飛來生 學校又不用倒閉 醫院又有生意做 我覺得他是的 是的 就是這些情況 而他又 張宇士曾蔭權 他說最好要生三個 誰知道每個人都不生 香港是全球最低的 那個生了 那我猜他是想 藉著雙飛 但我覺得是很差的 因為 如果 你單飛你都說 他爸爸在香港 他就可以由你團聚 但如果你雙飛 其實他的小孩 是 他的父母在大陸 那他怎麼發展呢 沒有父母在身邊的小朋友 是會有很大的問題的 就是整個缺失 那樣東西 是的 那 但是現在社會就混亂了 那 但是其實現在 是 中國家庭 其實那個數目是很少的 嗯 還有他們有些 也都會 可能 回到大陸做事 各樣東西 都有 那當然也有些 做跨境的兒童 還有內地的經濟發展 起來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更加多人 是不覺得需要 一定要來香港 那 總之是單飛也好呢 其實呢 他都可能選擇 也好 有些 他做會計師 其實他都要回大陸做事 嗯 有些人可能真的要搬去大陸 住也有的 整個家庭 那 但是我覺得問題就是 他選擇 回大陸住是他的選擇 但是你不可以說 如果你香港人 不可以在香港團聚 這是一個人權問題 嗯 是啊 所以我覺得是 和你說禁止他在香港團聚 是兩樣東西 所以主動就是那個家庭 就是提供誘因 給他回大陸 他說他可以 可以在一個正常生活的情況 各樣東西 但是我們也有試過 婦女說 其實我都不想來的 不過我老公不肯回去 嗯 嗯 然後他老公說 我當然不回去 大陸這麼多問題 我說不安全 我說不熟 那就要老婆來 其實老婆對香港 有什麼都不熟 嗯 然後可能有些親戚朋友 全部都在大陸 是 其實就要老婆 遷就老公而已 那 如果你香港男人肯遷就她 那可能有很不同 是 但是你知道大陸的 就是各樣的環境 和香港是始終有一個差距的 那 再加上 香港人不想回去的時候 那你沒有辦法的 很難搞的 是 然後 但是 我自己覺得是 就是 香港 就是 怎樣去 面對那個 其實有沒有一個 就是如果去家庭團聚 那些人經常說 你為什麼不回去大陸 那 第一就是說 是 他現在沒有這個申請隊 嗯 但是沒有開條隊 對說你來 你來申請團聚沒有 那 那 第二就是 就算他開條隊給你 那 我覺得香港人都要有一個權利 我究竟我可以去申請 但是香港人回內地是沒有局限的 唯一你可能做事那裡出現問題 你沒有戶口其實都有很多問題的 你醫療啊 各樣東西啊 你 就是在一個社區啊 接納啊 都是有一個 有一個困難的 嗯 那當然而你有錢的 你可以脫離 就是 內地人的那個 生活網絡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如果他其實他只是忠忠挺挺 打一份工 是 那你叫他回去 其實他 他可能找不回那些工 嗯 然後他又 經濟啊 各樣東西都是有困難 那他可以回去的 回去的經濟有困難 那就一天回來找你香港政府 那他在香港可能他找一份地盤工也好 他找一份酒樓工也好 他自己養到自己 養到家 嗯嗯 那這些就很不同的情況 是 如果計算數呢 就是由回歸到現在 就是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那如果每年我當四萬 容易計算 那二十幾年 就是有八十幾萬人 就是來了香港的 嗯 那來了香港之後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這百幾萬人 去分佈 有沒有集中某些區 就是特別多這些人 而這些某些區 多了這些人之後呢 他又會不會 他們在來臨的生活過程 一些文化 甚至一些講話的方式等等 他對某個區的影響特別大 而這個會不會有些文化差異 導致融入的問題 嗯 如果你根據政府的數據呢 其實他多些呢 其實他分散很多區的 嗯 不過通常呢 觀塘和深水埗 北區呢 就經常都排在頭那幾位的 嗯 但是說到頭那幾位呢 都可能是十一個百分之十二個百分之而已 就是最佔那區的人口 是的 他都佔新移民的人口 就是散化那個路 其實都不是算過度集中的 嗯 當然他們很多新移民的 他會語言上 雖然都多是廣東 但是你知道那個地方的語言 是會有些差距的 跟香港人的廣東話 嗯 當然有些生活習慣 或者各樣東西 其實他們都會說 香港是跟大陸完全不同的 是 其實他是 他真的是移民來的 他真的來到香港 因為真的完全陌生的 對香港 香港和內地的認識 思維 倫理關係 社交 大家想的東西 都是不同的 他重新要學過 是 那很多 我們看到其實他 如果他 那些人接納他 其實他很容易的 嗯 有些一年都適應到的 但是很多其實 如果他覺得社會不知道他 或者他接觸到那些人 有些人有歧視他 他會害怕的 嗯 他真的不敢走出社區 嗯 那有些婦女他除了去買菜 去學校 就是回家之外 他真的哪裡都不去的 是 那有些真的會抑圈 各樣東西 情況 那所以這些都是 其實看一下社會 怎樣去面對他們 那我們都見 但是你看到其實 他們的就業率越來越高 那些婦女 嗯 因為雖然他來到香港 有些老公會做事 但是他自己有做事的 都五十幾百分的 由以前十幾十年前的 三十幾百分的 三十幾百分的 升到現在五十幾百分的 那他們 那 就算有些單親 帶著小孩 都有做事的 是 所以那個 其實那個自我的高作 即那個自強能力都高 會是 他們其實會 其實對香港 有些事情 其實他們很好奇的 嗯 很多新移民其實 為什麼會選來香港呢 他們覺得香港是自由的 是 他真的覺得香港是 比較文明一點 開放一點 會尊重人多一點 所以他對香港是有個期望 是 他也都很希望學到這些 這樣的方法 所以他們其實是 願意去開放聽的人 那個文化差 會不會導致社區裡面 有些出現的問題 矛盾 其實最主要 其實他們對香港人 是很感的 我覺得 我知道了這麼多人以往 除非你說這些人 歧視他之外 所以如果香港人肯 講給你聽 其實你有些什麼 要幫一下 提一下他 其實他是很容易 去擁有他開心的 我們見有些婦女 是容易 反而就是 當有些人 他覺得 社區有時候歧視了 他去公園 都無緣無故來 被人來罵 這些就是 他們會引起 他的生活的困難 當然有些人 說廣東話可能 說很久都不准 他們要找個機會去學 但其實他們很多 是願意去學 和願意去做 問題的社區 是否給機會 還有這些 所謂可以介入 去幫忙 那些機構 或者是人 或者政府政策上面 足不足夠的協助 這些人融入 香港社會 其實我們 如果你說 泥屯罪 單程證 那些 他只是過了一關 他有一本書制 給他 跟著他在國際社 那裏登記 但登記了之後 究竟能否找到他 又不知道 究竟做了多少 又不知道 他們跟著 社區的情況 又不知道 我們沒有一個 硬性規定 他一定要上甚麼課 其實我反而 建議 其實政府可以硬性規定 他一定要上一些 甚麼的適應過程 即是 我們有一些 叫做自由 他可以上的 一些小朋友的 一些適應過程 但其實 其實不夠 和不什麼 那我覺得 可以 因為他來拿 身份證的時候 他有一張紙 然後才會拿正式 其實在這一個月的期間 你可以要求他 去上一些 香港的一些 基本的適應訪 那他可能 一路上班 你一不同的時間 給他 早晚 第八六日 你都開班給他 那他就可以選擇 他去上幾個小時 起碼知道 香港有些甚麼 有些甚麼要留意 有些甚麼情況 那他起碼知道 有些基本的常識 是 那這個 其實對他 都是有益的 其實他們有時候 如果他 完全沒有接觸過 那些團體 他真的 很苦 因為他走路 都不會 是 那有些老公 我趕著上班 都不會理會他 那有些就來到 老公 不知道走路到哪裏 還慘 帶著個勢 那有些人 是會面對很多的 這些問題 但是不知去哪裏 去投助 那有些甚至 真的想死 都有的 後來他遇到一個團體 但是我們現在 不是確保 我們每一個政策 特定的服務 確保每一個人來到 他都會有人跟 是 就像你香港人 以為加拿大 他有一個個案管理 每個人都會分配 去哪個團體去跟 現在我們不是很硬性規定 這些事情 都是很自由性的 去跟 就不是硬性 都放縱 小朋友大 有很多人都生性 那 你見 那個 中環度 還要是越來越低 那 其實 可以見到 其實 我們中國人 都是比較勤力 傾向 所以 你看到 那個情況 還有我想 自然團體都做了很多 功夫 還有教會這幾年 都做了很多 功夫 因為其實 你多給它 它就很容易 去投入 還有可以貢獻到自己 其實你計算一條數 如果你一年四萬多 來香港 一個月大概平均 就是四千左右 要政府 或者找機構 或者找團體 甚至教會 去處理這四千人 一個月之內的 一些課程 融入課程 什麼都好 其實我覺得 是完全有條件 有能力做到 這個數字 不是大到見聞 有些事情 它經常都很自由 但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要規範的 其實是要幫它 嗯 不是說 有問題 如果你說 你拿到一個 你上了這個課程 我給它更清楚 我覺得沒有問題 是吧 因為它起碼 都會有一個 認識對香港的情況 嗯 另外一個面子就是 作為香港人 但是我突然間這個社區裡面 多了幾千 就是新來港的人 講話 文化 甚至習慣都很不相同 他們都很不相同 那我又怎樣去面對 喂 他們好像都未開化 這樣 這個可能是一些歧視 不過我意思是 我會覺得 他們是 真的不行 跟我們合不來 那怎麼辦呢 我看的確 你說有些人 可能是農村來的 他們的確是會比較 討厭一些 但是 其實看你 是否嘗試跟他們溝通 因為很多人 可能很討厭 但是他們很順樸 很單純 而且很熱情 他們 這些都是 大家要去想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就說 他們那些大陸人 都是那些 很狡惑的 那不是 你便會接觸 他們是不是狡惑 其實不是 尤其是單程症 家庭團聚 那些 其實他們真的是 一心來接觸 家裏 建立一個家 還有很多 其實你想像 很多婦女 她來香港 她在大陸的事 是連根拔起的 就是 她要拋下 她的親人 其他人 要來照顧她 香港的老公 照顧小朋友 那 有些其實 她的環境不是很差的 但是 她發覺 其實為了小孩子 著想 因為的確是 在教育上 可能她的小朋友 可以 有一個比較 好一點的教育前景 所以她為了她 而且為了老公 可以成人分隔 那 其實這些婦女 是很肯幫家裏的 就是 她是一個很好的 有一個很好的人的質素 她很善良 很肯為人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的社區服務 是很多 是婦女 是幫忙做的 就是我們中心 一至七都跟你做 幫忙做義工 叫她探老人家探 有些老人家探了十年 老人家叫她做 她就做 一毛錢也沒有 這些都是一些 你沒有去接觸 你不知道的 你只見到她的樣子 很吐氣 可能她又不會跟你說 麻煩多謝 所以我們有時候 教育都說 其實香港人很流行 什麼都說麻煩 你記得 麻煩 但是其實 可能她在生活的文化 習慣 她在農村 她很少這麼客氣的說話 這個其實是我們 如果生活上提一提她 幫幫她 幫她 那就行了 當然你說 有些人串理 不出奇的 即是上次 發生了什麼 很多事事件 就是因為 那個婦女被人提 提完之後 她說人家很多事 我覺得這個都是要雙向的 即是香港人要肯教她 新移民也要肯學 也要謙虛 是 還有我覺得有些事是互相學習的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 我覺得各有優點的 其實性格上 香港人是很靈活的 是 香港人是很有觸覺 還有很有見識的 但是我們 怎樣跟我們去交流 因為她們都很順樸 其實你叫她 她又可以幫忙 又可以去做 這些 她們的親情 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這些 都是大家可以一起去交流 對她們去想的 好人 你有沒有評估 有什麼數字 這類的中港婚姻 當然不會停的 一直都 交往越多 就越是多 雙向式 是 大概還有 會是越來越少來香港 還是越來越多來香港 還是 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數字 在排隊排下去 有多少人在排隊 我覺得 其實應該 中港婚姻 越來越少會選擇 在香港團聚 嗯 因為內地 經濟越來越發展得好 嗯 亦都越來越多 香港人需要回大陸工作 是 是的 所以 很多人 未必會選擇 香港做她們 大家一起生活的地方 嗯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用擔心越來越多 嗯 你是擔心小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香港人口 現在是老化 是 還有我們的增長率 是很低的 嗯 即是我們的出生率 是全球最低的 還有我們已經包了單非生的人 都全球最低 那如果你想想 沒有了中共婚姻 他們又不生 香港人就生得少 那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嗯 即是我們 即是我們會有一段 很長的時間的衰退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要去想 怎麼做 或者說大家接受衰退 回到以前再差一點的情況 那我覺得其實社會要去討論 不是只有你罵 罵她 解決不了問題的 嗯 你減了所有 我都說你 就算你 好了 你不要單程證 你不讓人們團聚 那是不是解決了問題呢 嗯 不是嘛 那爸爸在那兒照顧小孩 或者那個男人在等著團聚 他說不讓團聚 你不是你禁了他 他就會回到大陸的 嗯 他都真的可以回到去的 那不回的時候那怎麼辦呢 那跟著有些人 好了 那他等著想要結婚的時候 沒得結 那他不和內地人結婚 不等於和香港人結婚 其實我們現在 即是他不和內地人結婚 不等於他會和香港人結婚 因為現在我們都很多人 去東南亞結婚的 嗯 他的太太是越南 他是泰國 這個那樣 他結婚 那他們 他們還可以是 立刻在香港團聚的 嗯 他申請那個 就是那個 叫做 中文的 Dependent Visa 就是要 醫親 醫藥的那個 其實是 很多都會合資格的 是啊 只要他不是拿中文 其實他肯去打工勤力 他就可以養到家裡了 是啊 那你可能 其實 如果我們說 我們現在禁中港婚姻 當可以 知道一下 其實可能變成 很多越南人在香港 很多非洲人在香港 嗯 很多泰國人在香港 嗯 那我們是不是 覺得 這幫人還親過什麼呢 我覺得 其實你 因為你始終都是 一個婚姻的情況 會是 你真的可能會是 很多不同的基層 都不定 是 所以我覺得是 有時候這些事情 你很難去搞的 反而我就覺得 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有這麼多婚姻 而他需要團聚 我們要幾長時間才是理想的 嗯 而怎樣預備他們的 就是 團聚 甚至可能你說 結婚之前 你真的給他一個課 你想清楚 其實跨境婚姻 你不要說中港 中越都好 其實大家都要 溝通清楚 大家都有多些的 就是 知道結婚生活怎麼安排 那跟著結婚 其實如果你要去哪裏 團聚好呢 那個生活是怎樣呢 要怎樣預備呢 那這些有多些的 就是 移民前也好 結婚前也好 團聚前的一些 服務課程 各樣的事情 或者一些提醒 那 你給他一碟去 就什麼都好 你不如你去公安局 去申請單程證 你一定要跟我看完 這條片 你才可以的 都可以的 其實他可以做的 現在大概要排多久 現在我們中港婚姻 排隊是排四年的 但是要看一下 那個 不如現在有些 就算未有小朋友 都可以排四年 是的 但是其實他有抓緊 那些中港假結婚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些間方 他是會 他要面試的 中港兩地都要面試 兩夫妻都要面試 面試完了 他覺得沒有懷疑你了 他才批你 有人查十年八年都批不到 因為他懷疑你是假結婚 所以其實 你假十年八年都不容易 我也不知道 他真的可以拖十年八年 我猜他 但他當然有些標準 所以現在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說中共婚姻是很多假結婚的 但是你看看 過去十多年 其實政府查了這麼多 都是多過幾千個個案 就是去告他 各樣事情 那 就是我猜那個 那幾千是多 其實幾千 對於幾十萬來說 真的不多 是啊 是啊 就是說幾十萬 已經結了婚 團聚 但是你十多年 是說幾千個個案 其實不算多了 是 那 還有你有一些 你基層那些 你不可以否認 他真的相看 他就結了 是 你不可以說他假結婚的 有些他真的來到 真的不對 都是很快離婚 就是我們有些認識他的 知道他的情況 那也都 就是很難的 你很難說 他這樣就叫假結婚 那當然有些 我知道有些集團 說我給你多少錢 你就跟他結 跟著他就說什麼 那些真的擺明假結婚 是 那些我覺得應該捉 就是你捉一下他 就是誰去用錢 去買賣婚 跟著就用來把身份證 那我政府就可以加強去 但我看到其實政府 在香港入境處都挺厲害的 捉人 而內地都是沒有配合的 是 那我們有些 去內地 他真的被別人 搓得很厲害的 嗯 搞很久都搞不到的 或者他要搞印度倫 才可以真的批得到 是 還有他們說他們會公佈他的名字 給全世界看 這個人現在想批他 你贊不贊成 他有沒有犯法 他正不正確 有沒有重訓 你看過了 是嗎 公開的 在網上公開的 公開的 然後有一段時間 沒有人反對了 那他才可以批到香港 是 所以其實也不是 好像香港人所想的 各樣都不是 那當然你說 還有沒有貪污呢 我相信還有 但是比起以往是大減的 嗯 就是很多人 現在捉得很緊的 一陣子都要去買東西 是啊 其實過去十年 我們看到是大有改善的 嗯 那當然還有一些 不行的 但是還有一些 就是你根本都不合資格 那你又去給別人 那當然不行 那也有一些 那如果結了婚一兩年 一兩三年 就會做離婚的個案 多不多呢 就是來了香港 兩三年就離婚了 那變成 通常就是媽媽 帶著小朋友 我們不算多 而且很多都是爸爸 就算是爸爸有問題 出現了先的 嗯 那多些就 死癮男人 還有有些就是 他來到就 人都不知道他去哪裏 嗯 那個男人不去哪裏 是啊 那個男人不去哪裏 那當然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那個大陸來的那些走路啊 那我相信都會有的 那你說有些假結婚 還是什麼 不知道的嘛 那我就說 所以這方面 香港自己要加強 要去打擊 和大陸去聯繫 去打擊假結婚 但是不是大家所說的 嘩 全部人都是 不是嘛 你計算了 其實只有幾個百分 那你說到好像 嘩 所有婚姻都是假的 所以就不應該有單程證了 那不是嘛 我們日常接觸這麼多個案 因為人家生了子女 人家在生活中的嘛 嗯 還有大部分其實她是很估計家庭 那她家裡也做了好 她也是很服務社區 是 她老公也都自己有份工作 嗯 就是我覺得又這樣說是非常之不正確 抹殺事實的 OK 是 我想問一問一個剛剛當下的熱門話題 嗯 就是政府是把那個長者中援 是 就是由六十歲移到六十五歲 嗯 因為一直都有個印象 就是 新來港那些都是年紀大的 都是老夫少差這樣 那如果他們拿中援的話 那一退了那個年紀 就變成原本它可以多一千多元的 變成可能沒有一千多元了 嗯 那那個經濟困難 總是拿中援的話 都幫的 不但沒有多到 嗯 還減少了 嗯 這個這樣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效果 還有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呢 我估對新移民就影響不大了 因為很多新移民來到都是老婆子女 那跟著老婆來到呢 就通常都會上班的 如果那個老公沒有做事 嗯 嗯 那有些如果真的 還有現在其實很少 就是小老夫小妻 就是小一點的老公是比較年紀大 就是當然有 但是那是有極少數的 就是不是佔大比數的人 嗯 那我估對新移民也會不會 反而對香港人 那個就影響大了 是 就是我們我們接觸 因為我自己去去認識一些街坊 比如他住龍屋 住板間房 住在劏房 那他一個人 那他在做影 造 RV 看見何時 60歲可以退休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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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總管做中緩 其實他很辛苦 然後下60歲的時候 是üügen要2500 就是吃飯有成問題 那我們亦都有些街坊 做事做得辛苦 就是身體有事 他停一段時間看到醫生 就需要拿中緣的 2500元生活費 即是一天80元 基本上我們這些地方是吃不夠三餐的 即是他們一天吃兩餐 又省錢 有時要去看醫生 搭車 你買一瓶水也要 有時住在房子裡連水也沒有 這些都是一些問題 他們要去處理 如果你說他真的病不好 但有時未必醫生簽到說你病 你又不可以去做你知基層的工 要不就去做地盤 要不就做樓面 總之都是很多體力勞動的事情 你做不到你就慘了 如果你要繼續拿 都是要2500元的時候 其實老人家如果真的粗勞 其實60歲都是殘的 這個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即是我們不否認 有些我們認識的老人家 可能70歲都很精神 所以他們都可以繼續做事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應該是想讓我們覺得 現在的社會 其實我們欠人手 也有很多人很健壯 其實我們很多老人家健壯 那些還在做事 不用你喊 是的 不用你喊 但有些不健壯的 那些他不是不想做 不過你可不可以找一些工 其實不是說他真的那麼粗勞 又早上站到晚 又去搬一些寵物 他真的搞不定 他膝蓋都很痛 你還叫他去做 那是不是有些工 是可以坐在那裡 你知道羅志光 林鄭 那你當然有一個工 你坐在那裡 對吧 你又可以打字 你又化號知識 有很多人招呼他 又服務他 那你做到80歲也可以 但是羅志光 不是 你叫他由朝起到晚 又要他拿寵物 又搬寵物 他真的 很多周身骨痛的時候 他不行的時候 那你就創造一些職位 是可以老人家在那裡 讓我們試過有立法議員 給一些工 我們老人家做 即是我們街坊 不一定是老人家 入信封坐在那裡 嗯 很樂意 是 大幫人爭執做 選舉的時候更多 你就想想這些工 讓他們去做 嗯 他們不會不肯做 它不是困難 是 他是真的有一個困難 而且現在你請人 其實60多 很難請的 有些是不想請你 不是他不想去做 是 是 OK 今天我們多謝施黎先生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或者施黎先生 你自己可不可以 用一些 比如幾分鐘的時間 總結一下 剛才所說的 單非雙非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 其實現在社會上 很多是 很多言論在攻擊 新移民 而且很針對單程症問題 但是我就看到 其實單程症的 這些中港婚姻的家庭 其實他們是 過去那幾十年都好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 走向自己很自強 而且情況越來越改善 無論過來的人的學歷 他們的收入狀況 他們的工作的投入 個人的質素 其實很多都是在提升的 很多的社會問題 其實不是單程症引起 不是拿著單程症的人 其實是一個問題 政府在配套上的問題 這些是關係到 非單程症的人 比如自由行 真的很多來路遊的時候 整輩遊客在那個區 都在那裡 躲著行李拖來拖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過分集中了商場 亦都有人說 好不可以有些 起零射的商場 給他們去購物呢 去買呢 其實很多可能就是來購物的 亦都有一些說 你雙非 其實當初 如果他早點用行政手段 去分流 各樣東西 就不用 哇 現在一下子殺到20萬 那怎麼辦 你批他又搞不定 不批他 有些小朋友又很慘 我覺得這方面 其實政府要去理順 和去面對 如何解決 而我們都希望社會大眾 不要把這個問題混亂 嗯 還有我想香港社會 其實是 都我們是發展著一個 比較文明 比較講究 法治 人權 我們不要自己破壞了這件事 就是如果法律上 或者是我們是 有一些文明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不用這個方法呢 那我就逼香港政府做 有些事情政府要做就做 第二就是香港政府不做 我們自己生活上 如何多些去包容 去幫人 那如果他真的是錯的 比如說 你覺得他做錯的事情 你不等的 你要跟他拍照 上Facebook 上網 你可以報警 嗯 是不是 那些比較文明的方法 你覺得他犯法的 那你為什麼自己打他 或者怎樣 就是這些都是 就是 我覺得是 有些過了火 會是 那我覺得 希望可以 我們自己都試 如果我們覺得 我們香港人很文明 我們香港是一個好地方 嗯 那就示範給他看 其實我們會怎樣 文明去處理一些事 嗯 那別人會服你 OK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師傅先生的訪問 謝謝師傅